这一只黑熊拖着笨重的身体往树上爬 原来就在它的旁边 有一只海鲤捆在了绳子上 饥饿的黑熊想要把这只海鲤给吃到肚子里 为了吃到食物 它不惜铤而走险爬到了这根绳子上 你认为黑熊能够成功吗 一圈三连 求个关注 咱们接着往下看 这一只黑熊现在非常的饥饿 为了能够填饱肚子 它不得不出去寻找热物 才出去没多久 它就看到在一棵树的中间绑着一根绳子 而在绳子的中间又有一只海鲤 估计这也是人类故意绑上去的 黑熊看到这样的情况也是一蹦三尺高 虽然说黑熊的体重比较笨重 但是它的攀爬能力还是不错的 于是它立马就爬到了树上 它看着这一只海鲤 口水都快要掉下来了 爬了一会儿之后 就来到了绳子的旁边 它用牙齿咬住这一根绳子测试了一下 这根绳子的坚韧度怎么样 要是自己才咬到就断了的话 那自己也差不多凉凉了 但事情并没有朝着它所想的发展 这根绳子非常的牢固 棕熊利用爪子直接就跳到了这根绳子上 它很想要吃到这一只海鲤 但是海鲤树还是有点距离的 这时候黑熊的整个身体都已经挂在了绳子上 此时的它也是有点慌张的 但是为了能够填饱肚子 它也豁出去了 它使劲抓住绳子来到海鲤的旁边 但是这时候它发现压根就不好动手 因为距离地面有点高 黑熊还是有点恐慌的 这时候的海鲤已经是没有了生命体征 黑熊费尽千斤万苦才来到了它的身上 它观察了一下地面的高度 然后想要把这一只海鲤给抓下来 但是海鲤已经被捆在了这个树上 黑熊看到这样的情况也没有放弃 它用自己的牙齿不停地咬着这一只海鲤 心里想着在这里填饱肚子也是不错的 黑熊没咬一下 它就要观察一下下面的情况 似乎是怕有对手来搞个突然袭击 突然以不小心 这一只黑熊就从上面掉了下来 这也让它非常的沮丧 因为它压根就没有吃到海鲤肉 它不停地在下面打转 思考了一会儿之后 它最终还是放弃了 因为高度实在是太高了 如果不注意的话 很有可能还会掉下来 但下次就不一定有这么幸运了 你觉得黑熊放弃食物可惜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我更多精彩内容 下期见